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旅行 忘记了走在路上的感觉 如今乘坐火车的慢旅行吸引了众多的旅行爱好者 豪华的火车也越来越多 奢华平静享受沉思已成为这种旅行方式的代名词 除了著名的东方快车 还有很多的列车可以到达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跨越非洲一瞥意大利风情横贯马丘比丘 快来看看这些特别的火车 东方快车 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东方快车是比利时人乔治 内阁尔马克斯George's Nejamagers 在150年前创造出来的豪华列车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印记 皇家苏格兰人号 征服苏格兰地区桃花新木的装饰 爱德华时代的精致乡间别墅的魅力 自1985年开始运营的皇家苏格兰人号 Belmont Royal Scotsman 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奢华的列车之一 一共十节车厢 两节餐车一节专门用来当作水疗中心的车厢 在火车上除了美食还有水疗可以体验 超五星级的服务令人蠢蠢欲动 除了极致的服务 列车还走遍了苏格兰的各个角落 从平原到海岸 穿过它的湖泊 在城堡酒厂和爱丁堡等必有景点之间 行程从两天至七天不等 如果担心在这样豪华的火车上过夜因轻微颠簸而失眠 大可不必 皇家苏格兰人号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他会在夜幕降临时悄悄地停靠在某一个地点 第二天清晨在此出发 前往南部非洲 罗沃斯列车1985年 南非商人罗汉 沃斯一个非常热爱机械的工程师 买了两辆货车供他私人使用 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 这为他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篇章 四年后成立了一家铁路公司 现在这位商人的非洲之傲 罗沃斯列车Royal 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最好体验的列车之一 他带您乘坐一辆经过巧妙翻新的老式列车 穿越南部的非洲 别小看 他是经过翻新过的火车 每一节车厢都将古典精致与舒适融为一体 堪称一箱艺术品 而列车所经过的地方 是南非南部的大草原 仰头一片繁星 低头一望无际的平整草原 也许还会偶遇一些野生动物 这样的风光 可不是哪里都能见到的 令人浮想连篇